国防部在全台湾各地进行郡村改建 但是却有军官涉嫌未造不实资料 诈领补偿金 高雄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跟约谈行动 其中涉嫌重大的陆军八军团 指挥部高姓少校在讯问之后遭到收押 而检方还要继续向上追查 是否有更高层的军官也涉案 台湾第一代郡村的黄埔新村 配合郡改政策面临拆除 虽然日前被列为文化警官 保留部分区域 但仍有些眷舍将被拆掉 而居间处理的陆军第八军团 指挥部承办人高姓少校 却被检方发现勾结地方人 是和拆迁营造厂商 未造不实清查资料 诈领补偿金 经收盛清查后 包括丰山区的新光四寸 以及大辽区的过携新村 商携新村都有高姓少校负责 原本部分拆迁户只能领取八十多万元 经需报后提高达一百四十多万 到一百六十多万元 高姓少校于事成之后 跟眷户约定一户以二十五万元 作为事后的汇款 检方所所还包括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军眷服务处 陆军第八军团等军事单位 并传唤三十亿人理清案情 讯后高姓少校遭法院审压 获准 担任白手套的阳性男子十万元交报 检方继续向上追查 是否有更高层军官涉案 谢谢李璇 徐然俊 高雄报道